我从来没有黑过刘德华 老德华 好塞雷啊 2021年杨坤在商演时观众大喊刘德华 视频发布后立马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当时杨坤正准备登台演出 主持人为活跃气氛带头大喊杨坤的名字 没想到台下的观众却一点面子不备 一直高喊刘德华 3 2 1 不要打华 搞得杨坤尴尬地低下了头 好巧不巧下一首还是他的成名曲无所谓 但是杨坤真的就无所谓了吗 其实台下的观众会当着杨坤的面大喊刘德华 不是没有原因 杨坤也是从最底层1.1滴打拼上来的歌手 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他对音乐的态度十分严格 如果听到乐坛其他音乐人的歌不能让他满意 他就会忍不住当众点评 杨坤曾经disco网络热气惊雷 恶心 太恶心 这就完全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没有任何旋律 没有任何编曲 啥也没有 就给你一惊雷 你们都是傻子啊 当时他评价惊雷的视频曝光后 立马引来无数网友夸赞连连 说他是最敢说的音乐人之一 可能也正因如此杨坤飘了 一下嘲讽到狼只能坐幕后 可能我觉得刀狼的个性 刀狼的个性 其实他如果站在台上唱歌的话 可能他自己 我自己觉得他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他就很喜欢在幕后 一会儿又将华晨宇夸上了天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竟然评价刘德华算不上是一个歌手 你没有看错 这个正在用着鄙夷的语气 评价刘德华算不上一个歌手的人 就是杨坤 这段视频已经曝光 所有的网友都怒了 要知道刘德华作为四大天王之一 他的成绩自出道以来 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而你杨坤除了有一首无所谓 其他还有什么 他是这么敢如此大言不惭的评价刘德华的 而且这也不是杨坤第一次碰刺刘德华了 早年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杨坤就表示华在唱歌全靠后 没有唱功 所以在这次直播事件后 网友们也是心仗就仗一起算 直接攻陷了杨坤的评论区 甚至还在他的商演现场大喊刘德华的名字 感受到粉丝怒火的力量 杨坤也立马就怂了 马上澄清说自己是被误会了 说他当时的意思是 他觉得刘德华在电影上的造诣比音乐上的高 而不是说他不是歌手 尽管事后多次找不 只可惜却不能服众 再加上之前他打压刀狼的是 立马在观众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如今更是变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杨坤成名前靠着女友每个月跳舞的钱 被养了整整三年 因为我后来就是靠他养着嘛 他是一个跳舞的演员 每个月一千多块钱 快三年的时候他扛不住了 完了他给我一金链子 当时杨坤为了追梦一个人来到北京打拼 但令杨坤没想到的是 自己在北京的生活举步为奸 每天靠着在酒吧和夜店铸唱的微博收入过活 在他因为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来之时 他遇到了一个叫白雪的姑娘 白雪是文工团的一位舞蹈演员 和杨坤是老乡 也为在酒吧里听过杨坤唱的歌 就好心收留了他到自己宿舍 一来二去两人也处出了感情 与有着稳定的工作与收入的白雪不同 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 杨坤一直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 写的歌也总是卖不出去 久而久之 杨坤的耳边传来了吃软饭的评价 这也让杨坤开始无能狂怒 开始不自觉地向白雪发脾气 终于白雪因为无法忍受和杨坤提出了分手 分手前白雪还送给了杨坤一条自己的金项链 而杨坤离开了家 转手就将这条价值三千块的项链卖了八百元 那一晚杨坤哭得很伤心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 杨坤灵感爆棚写出了那手无所谓 从此一名成名成为了当红歌手 但与白雪之间的感情却再也回不去了 但是我感觉到那边就将这些地方 一样的